長榮機師工會不滿薪資漲幅跟不上物價的指數 揚言年底前要舉行罷工投票 14號原定要跟協商年中跟調薪的勞資會議 最後雙方不患而散 而工會透露社群表達不滿的心意 而且對此長榮航空回應相關的作業都在審慎的後續進行中 公司對面完全沒有方案 等於說是完全沒有 也沒有到方案 就是完全沉默 完全沉默 員工各個火氣超大 長榮航空14號召開第九屆勞資第一次會議 原先應該協商年中和調薪 但資方代表卻是呈現完全擺爛 對 他們實際上就是身體很誠實 用沉默來告訴大家 我就是用沉默不說話 跟你們開會開到四點鐘結束 勞方代表所提的問題 沒有任何討論 也沒有任何有建設性的數據資料來可以告訴大家要如何展望未來 其實工會指控長榮十二年來只有調薪百分之一點五到百分之二 且涉及非法雇用外籍機師 工會會員將在兩週內發動罷工投票 預計總統大選前就會有結果 這回會議雙方再度鬧得不愉快 一旦確定罷工大選日 春節廉假期間都可能是十幾點 二零九年華航爆發史上最大規模 常見的旅遊不變現保障搬機延誤條件中就已明定 宣布或已發生罷工等公運活動不在城堡範圍內 面對工會不滿長榮航空表示 聽到員工對於年終獎金及薪資福利調整的期待 公司營運及管理需考量內外環境及主客觀因素 相關作業現階段正審慎進行中 就怕真的罷工投保十幾點將是理賠關鍵 專家建議民眾確定日期後 盡早投保才能避免未來理賠出現爭議 記者黃教維 郭聰瑞 採訪報導